今天的收获2022 我们到贵州前东南州离平县 认识一位90后洞族姑娘阿湘 几年前阿湘辞掉了大城市的工作 返回家乡 目的就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继承弘洞族大哥这一传统文化 这是记者今年年初 在当地采访时拍下的场景 当时筹备了半年的洞族大哥擂台赛 将在一周后举行 90后洞族姑娘阿湘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当天是擂台赛的第一次彩排 阿湘本名张国丹 村里的老人们都喜欢叫她的乳名阿湘 作为比赛的发起人 她此刻正为凑不齐参赛队伍而发愁 这支歌队是这次比赛唯一的一支青年歌队 如果他们缺席 比赛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跟着歌队队长阿湘来到了拒绝参赛的队员家中 主要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太少了 你看我们这么多活的 这个活要干完才能过年 现在年轻人很少也会唱动作的 好尴尬我感觉 有什么尴尬啊 他们是这样子 有空我出去参加 没空我就不参加 越是临近比赛 这个歌队又没来 那个歌队又没来 把我期待 为了凑齐青年歌队的参赛歌手 阿湘走街串站上门探访 可是走了一下午却一无所获 现在就是村里面的 都是老人家在喜欢这个歌曲 你看来报名的都是老人家 小孩子啊年轻人 基本上都没有 有一个老人家 我 我跟他说 我出去演出一趟 我回来在拍你的歌的时候 我回来他就没了 洞族大哥是洞族古老的歌唱艺术 洞族的历史文化都靠歌曲流传至今 在阿湘眼里 这些老人就是珍贵的洞族文化宝库 而抢救濒临失传的洞族大哥 是阿湘父亲的遗愿 突然感觉天塌下来了 我才有能力啊 我才有能力去抱他 但是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我给他买的唯一的一个礼物 就是一个当时录像的一个DV 打开那个DV和电脑看的时候 全都是东哥 他的心愿 我很清楚就是 把我们的东族大哥 把我们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父亲去世后 阿湘辞掉在广州的工作 回到村里 拿起摄像机 走遍临近的所有村站 用短视频记录了2800首 即将失传的洞族大哥 并且吸引了上百万的 网络粉丝关注 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传唱 洞族大哥 是他当下面临的任务 准备开播吧 你拍一下封面 今天的直播不太一样 那我们先来一首 那个动族大哥来开个门 小吴两天前拒绝了阿湘的邀请 她以销售洞秀产品为生 没有心思参加擂台赛 为了说服她参加比赛 阿湘专门找来了 做电商的姐妹帮忙销售 开花 阿云 桌上的这些衣服啊 全部都是我们村留守的妇女 来赤绣成的这些 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首先姐她的燃背至极嘛 其次呢就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经常地唱动歌 你唱得越好 那你的人流就会越多 卖的东西还要多一点 那这样子的话 她就会觉得 而且这个动歌还是挺有用的 现在只有这两件了 对 只有两件了 只有两个板没有线后的 只有没有线后的 有了歌声的加持 小吴的动锈产品很快就销售一空 她也终于同意回到歌队参加擂台赛 阿湘花费半年时间筹备的 动足大哥擂台赛终于开始了 这次比赛不仅吸引了年轻人的参与 还收集到近两百首古老的动足大哥 超乎意义 超乎预期 本来以为已经失传了歌 还能在比赛当中就呈现出来 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动足大哥擂台赛的第一战 圆满结束了 但阿湘与动足大哥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 下巴一路还没水 在底下 可以用索权 可以用索权 不是 可以用索权